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场关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报告 另外在特别日报 在社会科学论坛 在云梦学刊等杂志上 发表过十一篇关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论文和研究文章 对这个问题社会非常关注 国家要求各个大学都应该开设学术道德课 对学生和对老师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 但是到目前为止 情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有的学校干脆没有开 有的学校开完之后呢 这个情况效果也不理想 所以呢 学术道德问题 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学术道德 这门课程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它是不是属于科学学 我说是 也不是 因为学术道德问题 涉及到学术发展的规律 学术研究的管理 等等问题 但是它本身又落脚到道德上 是一个道德问题 和科学学有关系 但是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学的问题 那么它是不是 哲学中的论理学和道德科学问题 我说是 也不是 因为它虽然落脚到这个道德上 但是它毕竟 讲的是学术和科学 发展中的一些道德问题 是道德科学当中很少的一个部分 但是正因为这个特点 既是又不是某一个学科 所以呢 所有的学人 所有的学科 都应该注意学术道德问题 都有一个道德问题的存在 那么在学术道德与学者的关系上 有一个著名的争论 著名的经理学家 翻刚和著名作家梁小生 曾经有过一个争论 翻刚讲过经理学家不讲道德 这么一个话题 梁小生作为一个作家 作为人类心灵的工程师 他特别重视道德问题 对翻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翻刚作为一个经理学家 他是以职业经理学家的身份 和这个焦度来看道德问题 我理解这里边有三个内容 一个讲经理学家 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 作为一个挣工资吃饭的人 他是不是要讲道德 有没有道德的问题 一个是作为一个职业经理学家 专门研究经理问题 这样一个职业的学者 他是不是需要讲道德 再个就是说 经理学家讲不讲 或者谈论不谈论这个道德问题 按照翻刚的观点 经理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的学者 他本身从这个学科角度 是不追究道德问题的 经理学家 把人性作为一个假设 不管是经理人 理性人 还是道德人 是一个经理学假设 是一个前提 经理学本身 是在一定的人性假设下 去研究经理过程中 一个变量 和另一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关系 所以在翻刚看来 道德并不是经理学的一个内生变量 它是一个理论前提 所以它不构成经理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在一定的原体加设下 不同的变量之间关系 需要通过经理学 进行客观的研究 所以最后呢 梁小生也基本同意翻刚的观点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作为一个个人的经理学家 在生活中 在行为上 他必须将道德 但是作为职业经理学家 在研究经理学问题的时候 他又必须 严格按照经理学的规范 把道德作为一个前提 假定 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 那么今天我们讲道德问题 是站在第二个角度 就是经济学家讲不讲 谈论不谈论道德 我们说要谈 要谈 而且呢 要有道德 那么本科的目的 通过 讲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问题 传播正能量 宣传学术道德 灌输国家 倡导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 基本精神 那么进化学术空气 以促进 我国的学术的发展 这门课呢 基本上有这么五讲 第一讲讲大师是这样练成的 讲一讲 马克思 怎样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怎样成为一个经理学的一个学术大师 第二讲讲一讲 秋节 浅学生 质问 中国为什么 培养不出大师 第三讲 讲一讲技术 制度 和道德 我要说一说 目前学术界的 失去规范这种师范行为 它的原因 以及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 第四呢 讲一讲大学理念和科学精神 我认为 学术道德的最高境界 就是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 第五讲 真正的学者是社会的良心 我们自己 学术道德 应该怎么做 下面首先看 第一讲 大师是正要练成的 坚谈马克思的学术道德 马克思呢 不仅是一个 革命家 更是一个 经理学大师 他是一个 学术 道德的典范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 经理学大师 成为革命的导师 成为一个 天年的思想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马克思 非常 讲究 非常注重 学术道德 他达到了 学术道德的最高境界 为科学 献身 全身心 整个生命 透露到学术研究当中 国家对 学术道德问题 非常重视 你看 从2009年 到2012年 短短几年时间 国家教育部 国家出版宗署 把我们河北省的教育厅 连续发布了 多个 关于 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的文件 你看 2009年 严肃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2009年 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 规范指南 包括 2011年 将教师的职业道德 2012年 规范高校 科研行为 2012年 进一步加强 学术著作出版 规范 然后呢 河北省教育厅 2012年 出台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 学丰建设的意见 这么密敌的文件出现 说明了 学术道德问题 已经引起了 国家的高度重视 也是我们 学术界 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么 什么是 学术道德 我理解 学术道德是 学术规范的一个内容 也是这个 学者的 职业道德 它既是一个 行为的底线 又可以是一个 学者的最高的 道德境界 我们首先从 学术规范角度看 关于学术的规范 大致呢 分成三个内容 第一个 讲的是 学术的技术规范 什么是 学术的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讲的是 要正确 遵守 关于 语法 语言 标点符号 协作歌试 等等方面的要求 这个是 学术规范的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呢 实际上从 小学到中学 都已经 给大家 做过介绍 那么到了大学之后 到了研究生阶段 是不是人们就 已经把学术的 技术规范 就做好了呢 实际上并没有 包括现在 我们的研究生 在写作业的时候 在写论文的时候 它仍然存在很多 技术规范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标点符号 有人写这个 课程作业的时候 整篇文章 没有标点符号 也有的是 把中英文的标点符号 混淆 比如说 这个句号 有人用圆点 中文应该用圆圈 我注意过在前几年 中学的物理课本上 它的句号全部用的是 英文句号 这个本身就不符合 学术规范的要求 在笔楼对 三个得的使用 土也得 白杀得 利人得 现在研究生阶段 仍然有很多人 不能够规范使用 在笔楼像 现在用集团集之后 微软办公系统 它对这个 论文的格式 有自己的格式 但是与中文的 与这个中文对 协作格式要求 不一致 那么我们在 作文的时候 协论文的时候 应该严格按照 中文的协作规范 来进行协作 所以这个学术的 技术规范 是最低的 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一个规范 是中学和小学 应该解决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规范 讲的是学术的 研究规范 所谓研究规范 是什么呢 它讲的是 一个特定的 岗位上 它的操作流程 对长期形成的 这个特定岗位上 应该怎么操作 应该怎么行为 才有效率 对这些经验 做出一种 制度化的总结 那么按照规范来做 研究就有效率 不按照规范做 可能会影响到 研究的效率 那么在各行各业 都有自己的操作规程 学术研究 也不例外 比如说 现在对论文 和对著作 有严格的 学术研究规范 就论文来说 我们要求有 关键词 有内容提要 有引文注释 有参考文献 对著作 要求有 主体词 有缩影 其中包括 人民缩影 著作缩影 事件缩影 等等等等 很多内容 为什么做这些规定 因为它有用 对这个 提高研究的效率 有用 这是 学术界的千人 总结了 很多研究经验之后 得出的一些经验 那么这些经验 我们加以推广 用在更多的人身上 有利于 学术本身的发展 比如说 这个 关于著作 需要有 关键词 缩影 这个规定 国外的著作 非常严格 但是国内 做得不好 我发现 有很多译著 在原文当中 有非常多的 关键词的缩影 但是翻成中文之后 由于 译者和出版社 没有学术 道德 学术规范的 这种意识 或者说意识不强 那么把国外的 著作当中 很多的关键词缩影 就删掉了 删掉之后 你在读他的书的时候 你想找 其中关于某一个事件 某一个人物 是什么情况 根本就查不到线索 查不到进一步的资料 所以影响了读者 影响了后人 对同一个问题的 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这点 马克思的资本论 做得就非常好 你们可以看一看 资本论三卷本正文 第一卷 980多页 其中 有140多页 属于关键词缩影 注释 文献 人物 著作 事件 等等的注释 那么资本论第二卷 有600多页 其中 有将近50页 也是 影文注释 和 关键词的缩影 而资本论第三卷 1130多页 大致有 90多页 最后90多页 也是 这些关键词的缩影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可有可无 它是一个严格的一个学术规范 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时候 就感觉到非常方便 你比如说关于资本 资本是怎么回事 有了这个关键词缩影 你就可以查一查 资本论三卷本 200多页子当中 在哪一张 哪一页 在什么情况下 马克思 实用了资本这个概念 那么它的含义 它的实用 是个什么情况 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那么翻遍整个资本论 把所有的 缩影当中 关于资本的这个词 词条 你都看了之后 你就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 这是学术的研究规范的 一个作用 它是一个学者的 研究流程的一个规定 一种经验的制作化 一种经验的固定化 作用非常明显 那么第三个讲 学术的道德规范 它又是什么内容 我说学术道德 可以是学者的行为底线 什么叫底线 就是红线 不讲究学术道德 触动了红线 就涉及到 违背道德 违背一些规定 甚至违背 国家的法律 要负法律责任 是个行为底线 同时呢 学术道德 它也可以是 一种很高尚的思想境界 我说 学术道德有一个 最高的境界 就是最后一讲 我们要讲到 关于大学精神 关于科学精神 关于大学理念 这些在马克思身上 体现的非常充分 那么就学术道德本身来说 它也可以看作是 职业道德的 一个内容 你知道 家有家鬼 国有国法 各个行业 都有各个行业 自己的规矩 叫做行规 从事不同的职业 有不同的 职业道德的要求 所以我说 这个职业道德呢 它有一种叫做 底线思维 底线意识 我在河北日报 有一篇文章 专门讲 学术道德 它呢是需要有一系列的 步子来描述 不抄袭 不剽窃 不造假 不进行 不当署名 也不能不当使用 他人的署名 要真实不欺 像远离毒品那样 远离学术不端 这是职业道德 它的极限思维 那么 说到职业道德 你想到会计 会计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不做假账 不做假账 提供真实的信息 因为会计是核算 会计是登记 会计是为管理 提供各种各样的经济信息 如果会计人员 为了自己的一级之力 造假账 编数据 那么不仅仅是一个 加数据的问题 它会影响企业 会影响国家 对经济状况的 判断的真实性 所以不做假账 是会计的职业道德 天任朱镕基总理 在给国家 会计学院 提词的时候 就提了四个字 不做假账 我再问 这个医生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肯定是 救死负伤 对了 救死负伤 如果医生见死不救 他就是一个严重的 职业不道德的问题 到了一定程度 要追究他的责任 甚至是 法律责任 那么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学者 也必须遵守 学术道德 所以他是一个 经济 是一个学者的职业道德 如果做好了 也可以 达到学术道德的最高境界 所以在 行为底线和最高境界之间 我说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不同的人 做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马克思呢 堪称大师 他达到了一种 很高很高的 学术道德的境界 有很多说法 比如说 甘坐板凳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这句话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何其难也 说十年磨一剑 十年入一日 做起来也非常难 面壁十年 突破壁 什么意思呢 专心致志 目标 入一 适中 努力 不辞劳苦 来研究 同一个问题 目标是 搞清楚 是吧 搞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德国的著名的教育家 韦伯 他曾经说 对学者 对学术界 说理智的诚实 是应当培养的 唯一的特殊美德 理智的诚实 不道假 不说假话 真实不期 所以 那么第二个讲 学术道德的科学意义 我说 学术道德 绝非是一般的 伦理道德问题 思想绝无问题 它关乎科学发展 学术进步 和民族精神 深层内涵的 重大问题 具体讲 具体讲有三个方面 一个 讲究学术道德 有利于 站在巨人的肩帮上 加速学术理论 研究成果的 纵向 滴雷和沉淀 你知道这个学术的发展 有的叫学术 研进 学术发展 它是一个连续的 后人 以前人为起点 前人为后人 打下基础 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 长期的活动 科学的发展 不会万丈高楼平地起 后人的研究 必须以前人的研究的高峰 为起点 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要实事求是的 真实不切地 进行长期的研究 哪怕是把前人的成果 向前推定了 一厘米 一毫米 这也是一个学术的进步 学术的发展 如果不将学术道德 不对前人的成果 进行整理 都进行那种 简单的重复劳动 只能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而不会促进科学的 实在的发展 第二点讲 讲究学术道德 为后来者 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由于学术发展是一个严禁过程 发展过程 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所以学术研究 需要 有文献中述 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进行 整理 所以必须使研究者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同时 还要让后续研究者 让后来人 让读者 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通过 前面我讲的 学术的研究规范 通过 研究者 为读者提供一个参考文献 和引文注释 让人们知道 某一个最新的文献 出自于谁之手 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 什么杂志 什么报纸 发表的什么文章 对照提出这个观点 那么这样一个 关键词缩影 和引文注释 就为后人 为后来者 进一步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线索 你可以想想 如果没有这些 引文注释 如果没有这些 关键词的缩影 第二个人的研究 你还要从初开始 还要从零开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注释 这些文献 这些缩影 才让后面的人知道 前人已经 研究到什么程度 是谁在做这个研究 如果我想深化研究的话 我应该去招什么东西 应该去招哪一篇文章 哪一部著作 那么这就为学术的进一步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所以这种学术规范也是 对学术道德的一个规定 同时它对科学的发展意义非常巨大 那么第三件是 讲究学术道德 有利于古力研究者的原始创新 叫原创性 刚才我提问 有没有学过法律 是吧 和法律有什么关系 知识产权就是个法律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 学术道德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 都不讲究学术道德 都去任意的去剽窃 去抄袭别人的成果 贪天之功为己功 每一个人的最新的创造发明 如果马上 就会成为一种公共产品 互相复制 互相克隆 那么这种情况 你可以想一想 谁还去搞原始创新 你知道创新是一个非常难的 非常艰苦的事件 可能一百次实验 只有一次成功 如果人们都可以抄袭剽窃 都可以不自己创造 而可以出 署名自己的成果 那么这个社会 就没人愿意去搞原始创新 所以要尊重知识产权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同时也涉及到科学的发展问题 为了科学的发展 也必须讲究知识产权 讲究学术道德 讲究学术规范 第三个大问题 我谈谈马克思 学术道德的典范 我说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导师 他也是一个学者的典范 学者的榜样 他的学术道德水平 达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种境界 他的学术水平 有非常高的造诣 我的一个理解是 马克思既是一个革命家 又是一个科学家 但他首先是一个科学家 首先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然后通过这种科学的研究 为自己从事的革命活动 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的依据 所以他把革命事业和学术研究 都读到了极致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看马克思 他在学术道德上 他是怎么做的 有三点内容 一个 关于引证方法 马克思讲 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 并作为注释以充实证文的 说这种引证呢 只是为了确定 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 是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什么人 第一次明确提出的 讲得非常明确 在资本论当中 马克思 和后来的恩格斯 编者 恩格斯编者 多次谈到 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很多人不适应 很多人不习惯 就是说 马克思呢 他不仅 严格的遵守 学术道德 遵守 学术规范 而且马克思 可以说 创造了一种 引证方法 创造了一种 学术规范 你看这句话 说得非常明确 所以马克思呢 在资本论 协作过程当中 用过的参考书 达到1600多本 威胁资本论 所做的笔记 包括杂记 包括读书笔记 包括摘要 包括评论 等等 有一百多本 这么多东西呢 马克思 大量引用 贴着的观点 但是呢 他都一一做出注视 刚才我讲 资本论第一卷 900多页 有将近150页 是注视和索引 第二卷600多页 有将近50页 是注视和索引 第三卷 1130多页 有将近100页 是注视和索引 他非常严谨 非常严格 有一次在全国联会期间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在联会期间 我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龚玉芝 他在会上发言的时候 提到过马克思的 著作非常严谨 科学精神非常严谨 说他的每一句话 都有出处 人们 听了之后呢 觉得是不是这样啊 就有一个记者 专门去查了资本论 他的结果呢 确实 资本论 他查那个页上 那个页上就说 他说一张呢 有69个注视 其中69个注视里边呢 有五分之四 都是引文出处的注视 又翻了其他的卷刺 也是如此 所以说这方面 马克思做得非常好 管引证方法 而且他的注视呢 我说已经构成了 马克思资本论 政文的一部分 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并不是可有可无 他曾经在一个注视当中 用了1100多字 一个注视 那么这个注视呢 是对庸素经济学 和古典经济学 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 完整的阐述 后来成为一个经典论述 所以这种经典论述 出自于一个注视 而不是出自于正文 所以你看这个注视 在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中 它有多么多么重要的地位 那么第二个做法呢 我叫艺术整体 就是马克思 始终把自己的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 而不是直立破碎 不像现在有很多人 为了发表文章 为了更快的出书 在论文写完之前 就急于要发表 书写多之前 就去招出版社 而马克思怎么做 他把他的 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当作一个事业 当作一个整体 给恩格斯信当中 他说 我不能下决心 在一个完整的东西 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 就送出任何一部分 不论我的著作 有什么缺点 他却有一个长处 说他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你看马克思写资本论 1865年 就写完了出稿 但是呢 到了1867年 又经过了二年的整理 才出版了 资本论第一卷 那么他这个资本论三卷本 正文部分 协助顺序 从后往前写 发表顺序 从前往后发表 为什么从后往前写 越往后越具体 越往前越抽象 他从具体出发 从实地出发 进行研究 然后得出一个抽象的结论 发现了事物的本质 但是在协作完成 整个的协作完成之前 他绝不去发表 其中的某一卷 某一篇某一章 而是把全部的 二百多文字的正文 写完之后 才翻过来 去发表第一卷 而在协作整个的三卷本之前 马克思 还有一个更大的准备 他写了一部书叫做 剩余价值理论史 又是三卷本 那么这本书 又是为协作资本论 做的准备 仅仅是为他做过准备 所以他始终把 对资本主义 社会规律的研究 当作一个整体 而不是为了 给予出成果 才研究 所以三卷资本论 说一个 每一卷都是一个整体 每一卷都是一个圆圈 三卷加起来 是一个更大的整体 更大的圆圈 用黑格的话来说 三卷资本论 它是一个圆圈的圆圈 马克思的第三个做法 我说叫科学献身 他为他的科学事业 花费了毕生经历 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的家庭 他的幸福 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 终身研究货币和资本 但是马克思本人 他说我既没有货币 又没有资本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 资本论得的结论是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马克思说 科学是没有市场价值的 资本家不会花钱来购买 我给他开了这个 私网的诊断书 所以马克思虽然 研究得非常深刻 有很多很多的 有价值的思想 但是他终身非常贫困 穷哭潦倒 他是德国人 但是他的思想 因为和当时政府 不一致 所以被遭到驱逐 所以马克思在 1843到1849年之间 6年时间 被几个国家 反复驱逐来驱出去 成了一个流浪的世界公民 生活非常非常替惨 从德国 去到比利时的 去了比利时 布鲁塞尔 从比利时到法国的巴黎 又从巴黎 再次回到德国 从德国 再次到了巴黎 最后 到了英国的伦敦 整个的过程当中 生活非常艰难 他协定资本论的著作 就是连邮寄的邮寄费 都没有 像恩格斯借钱 而且吃饭 也是非常简朴 马克思一生有七个孩子 四个夭折 其中有两个孩子 没有活到一岁 所以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情况下 他仍然在他 继续他的研究事业 这是马克思原话 他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 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 每时每刻 来完成我的著作 为了他 我已经牺牲了 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很多人讲实际 是吧 讲实际 讲实惠 马克思自己认为 他如果是一头牛 你可以什么也不顾 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但是我是马克思 在我写完资本论之前 我如果去做其他事业 去挣钱 他说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实际的 这就是马克思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马克思 这样讲究学术 道德学术规范 这样拥有一种现身精神 所以他才成了一个革命家 思想家 学术家 成了大师 让万人敬仰 这是在世纪初 在第三个天年到来的时候 英国 有一些媒体 有些大学 有些社会机构 来评选 前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最后的结果呢 马克思 爱因斯坦 两个呢 在不同的 不同的考察当中 两个呢 互有第一第二 所以可以说并列第一 然后牛顿 达尔文 霍金 派在他之后 另外这个资本论这本书 你看在 1867年出版第一卷 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时间了 一百多年之后 这本书还能够热销 特别是08年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 西方好多国家 资本论的销售量 超过了前几年的几倍 我曾经到09年到法国去的时候 专门到一个书店 看看有没有资本论出售 问了服务员说没有 说为什么没有 说已经销售一空 现在是个畅调书 所以后来 西方很多学者 很多政府要人 很多企业的总经理 老总 很多银行家 都特别推崇马克思资本论 包括法国的总统 德国的参政部长 说都成了马克思的粉丝 为什么会这样 和马克思的这种科学精神 这种学术道德 这种讲究规范 这种现实精神 是分不开的